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课征的制度有改变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屏东县政府财税局的洪威娟科长 来跟我们做一个解释 来有请科长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那刚刚就是我已经有讲到说 我们房屋税这个心智的这个变化 不仅将课税的这个方式从月改成了年 所以还增加了一些很多细节的部分 所以我们邀请洪科长来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了 那我们先来就是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这个房屋税是什么呢 我们请工程部大哥来签一下画面 大家看一下房屋税到底是什么呢 科长来跟我们科普一下 房屋税的课征2.0 它是采用跟地教税一样的课征方式 那可是它所属的年期不是1月1号到2月31 而是前一年的7月1号到隔年的6月30 开征的时间点是5月1号到5月30 哦 所以我们的时间都有不一样了对不对 不是时间不一样是说它课税所属的年期 它不是从1月1号开始算 是从每年的7月1号 7月1号开始算 对 到隔年的6月30 是一年起的房屋税所属期间 哦 对 对啊一般听众都会误以为说 像我地教税科的话 我是1月1号到12月31 是 持有这一整年的话 那我是1月缴地教税是这样一整年 但是房屋税的期间方式比较不一样 它是从 比如说我如果是113年起的房屋税的话 它其实课征的年期是从112年的7月1号 到113年的6月30号 它是这样子跨年度的一个税征就对了 对对 那想问一下它上面有写一个 变更房屋是开征40日以前 这个要怎么来做一个区隔 因为它2.0是采用 现在改成采用年课征的话 那它就有一个纳税基准日 不像以前是持有期间几个月 它就课几个月 现在是一整年由一个人来负责 所以纳税基准日就很重要 每年的2月末日是房屋税的纳税基准日 2月末大家一定要记起来这个日子很重要 对是 那所以我们这个改革了之后 就是年度中的这个房屋买卖 那要这个谁来缴费啊 什么时候登记就很重要 刚刚讲的2月的末日 那年度中有移转的话 你如果在2月末日的时候 已经办好所有权移转登记 那2月的末日就会是新的房屋所有人的话 所以这个界定 新的人要缴了哦 缴全年度 要缴全年度 对啊如果是你3月1号以后 才办好所有权移转登记的话 那2月的末日是原来的所有权人的 那就原来的所有权人要负责 负一整年的 对就不是像以前说我持有5个月 那我缴5个月新的人只有7个月 不行现在是按整年度算 你不可以就是给我切开来就对了是不是 那所以我们这个刚刚有讲到您说房屋税2.0 所以2.0跟旧制跟新制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 我很好奇 他除了改成按年课征以外 那有房屋纳税基准日 那最重要的是他增加了一个要半郡户籍登记这个规定 哦半郡户籍登记 哦 自用的住家用税率 就是比较低的税率来课征房屋税的话 要有半郡户籍登记的这个条件 还有说你如果房屋的使用 嗯 情形有变更的话 那你变更以后税额会减少 嗯 那你一定要在3月22日以前 嗯 提出申请 提出申请 对那当年度你才能试用 哦 如果你超过了3月22日才申请的话 嗯 那你就变成当年度不能适用较低的税率 要隔年度才能适用 这个差别也很大 所以大家要记起来 刚刚科长有讲到一个很关键的日子 就是3月22号 这个是一个交接点 就是以前的房屋所在地 要自己要去申报 对不对 这个时间 就使用情形有变更的话 一定要去申报 对 哦 时间点就很重要 时间点的是部分 对 3月22号申报 跟3月23号申报 是 就会一个是适用 比较优惠 一个就不能适用 隔一年才适用 就会差很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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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这个 那我们还是来讲讲 自助住家用房屋的要件有哪些 他新制的话 他新制的话有一个全国单一自助房屋的规定 哦 单一自助房屋的规定 嗯 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嗯 如果全国他只有一间房子 一间房子 对 那你没有出租 是 没有营业 嗯 实际上公 本人 本人配偶 嗯 仔细亲属居住 就可以 最重要 哦 要有本人配偶跟仔细亲属半军户籍登记 嗯 那你的房屋限制在房屋所在地 那一个地方政府 啊 规定的 规定的 一定金额标准以下 哦 那你的税率就可以用1% 就比原来的1.2还要划算 就有比较低一点 哦 可是那个直线 直线与 只有一间 一间房子 全国一间 嗯 就是你 你自住房屋 你就是只有这 买了这一套 你就可以减免这个税负 就是用比较优惠的税率 优惠的 嗯 是 那听众会 怀你说 那我如果不止一户 啊 对 就是如果说像我朋友 他说 我前几年觉得那个房间还不错 他已经又买了 又买了两户 那他这个要怎么算 对啊 啊 所以就是 如果你不是一户的话 超过一户不能是用百分之一 那你还是符合自用的话 还是符合自用 三户以内 三户以内 还是可以用百分之一点二 哦 那比原来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点八 还是相对 还是相对来少的 反正就是还是鼓励要自住为主 就是你的居住 就是你的居住不要不要去用用于其他营收的部分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优待的措施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讲 对如果符合自住的话会比较优待 在二点零其实要强调的是说 你不要控制 要有使用 所以你如果控制在那边最高到四点八 其实营业用三趴 你即使出租给人家公营业或者是出租给人家住 他还是相对都比你控制在那里 所以用到四点八还要便宜 所以二点零最主要的是希望房子能释出 不要闲置放在那里不使用 没错 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个是还是要鼓励大家能够就是 按照人口的比例去用比较合适了 还是以鼓励这种方式了 那如果我们像这个自住住家 如果要办理这个户籍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一些辅导的措施 因为今年变动幅度很大 那怕一般民众就会疏忽没有注意 所以税捐机关现在是 如果你在今年六月三十日以前 就已经用自住的住家用税率在课征房屋税的 那你如果就是要记得明年三月二十二号 三月二十二号 还是我们刚刚讲的 一定要有办军户籍登记这件事 那你如果是在今年的六月三十日以前 已经办军户籍登记的房子 税捐机关会依据户籍资料 就直接进行核定 继续让你用自住的住家用税率来课征 那各位听众也不要紧张 就是你如果说六月三十日以前 那你已经用自住的住家用了 对啊可是你户籍还没签进去的话 记得在明年的三月二十二号 因为明年是遇到假日啊 所以是延到三月二十四 明年还会延到三月二十四 御家人两天 工作就是第一个工作天 工作天 那你把户籍签进去 那税捐机关就还是会 以户籍的户籍资料去进行 核定你符合的时候 继续就给你按自住的住家用税率来课征 那因为就是怕民众都会没注意 不知道自己其实户籍在里面不符合 所以税捐机关都就今年会分两阶段 来激发辅导 还来通知提醒要记得赶快 对 对 三月二十二号以前 一定要记得保护级签进去 签进去 对 不然等明年五月收到税单的时候看到 啊我的税额怎么增加那么多 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当年起不能税用 对就不可以了 对是 因为三月二十二号很重 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那个登记的时间就对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起来我们课长讲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请课长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赶快回来 欢迎收听焦安聊时事 我是简单 我是小玲 简单 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 日前台北市警销接货通报 长得街发生车祸 警方派员到场协助时 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卡在凉亭休息区 并有两名闪避不及的路人受到插错伤 台北市警察局中正一分局指出 一名九十多岁成姓老翁 驾驶至小客车载妻子 沿长得街由东向西行驶 仪式操作失误 车辆暴衷至凉亭 撞上休息中的两名女性民众 高龄长者驾驶车辆常常会因为反应不及 而造成交通事故的新闻 时有所闻 高龄者驾车的安全真的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 对啊 警方初步调查 年约九十一岁的陈姓老翁 上午开车载妻子到台大医院回诊 因车辆操作不当造成车祸 警方将针对陈姓男子 是否换发驾照进行调查 若有违规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 是啊 年满七十五岁的高龄驾驶人 接获监理单位换发驾照通知 需要经过体检合格 以及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才能换发有效期间三年的七级车驾照 如果使用过期的驾照来驾车 将会处以罚还哦 而且还会掉扣驾照 这些规定都是用来保障高龄长者 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 路口停探厅 车辆慢看停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快乐台湾 剪菜武汉 快乐联播网 好欢迎回来 欢迎收听我们的快乐联播网 FM97.5 我是陈寅 坐在我旁边的这个是 屏东县政府财税局的我们洪课长 那今天他很高兴呢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房屋税的 这个2.0的心智 因为陈寅刚刚听了也是觉得说 好像有些东西其实真的要很注意 那刚刚我想说 课长我们就是如果是像这个房东 他知道说要改了 然后他就觉得说 那不然我就是可能中间 我就把这个出租的这个房屋收回来 但是呢 他其实是属于公益的住宅 或者是社会的住宅 那他说屋主说要收回后面 他是变成自己人住宅 或者自己的这个小孩 或者配偶来居住的话 那这样子的课税的方式 会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房子出租 你如果是公益出租人 或社会住宅的话 一样是用1.2%的税率来课征 跟你如果一户以上 然后三户以内的自住住家用的税率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说超过商户 你的税率已经要适用 超过1.2%的话 那你符合公益出租人或社会住宅 你收回来那个税率 反而有可能会增加 那你如果说没有 那你收回来以后自己住 可以符合比较优惠的税率的话 那刚刚有讲过 3月22号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你如果在3月22号以前 就已经收回来自己再住 那符合刚才讲的所谓的自住住家用税率的条件的话 那你提出申请 当年度就可以适用自住住家用的税率来课征房屋税 那当然如果超过3月22日的话 对 就会是次年期才可以适用 所以其实不管你中间租给他少 还租给他只有两个月一个月 其实你还是要算是那个出住用户 是不是这样 算计算税付 现在房屋税是按年课征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如果变更以后 来得及3月22日以前申请 对当年度就是全年度都适用 对 新的叫优惠的税率 那你如果超过的话 即使你8月9月就已经收回来 但是你都没有来申报 对 就是隔年的三月 隔年超过申报的时间 对 那就当年度就不能用了 不可以了 对 就不是像以前说按月课 所以我可以两个月 对 课出租的比较贵 然后其他的月份就按住自住住家用 就不是这样子算 对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请我们工程部大哥来帮我们 撬一张这个 第二张这个对 房屋税谁要缴的这个部分 我们我们请课长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因为我我相信就是可能大家可能听的 因为课长是专业的 我们这个还是要来看一下纸本的部分 来我们荧幕上已经出现了 所以每年的2月末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房屋的税籍所以它是会有几个情形 那我们请课长来跟我们大概的说明一下好了 这个有其他的几个情形是不是 不是因为房屋所有人有就是有房子有很多种状况 有保存登记就是在地震那边它有权状的 有权状 那就会是有房屋所有权 所以就叫房屋所有权人 那它也有可能是只设定地上权 那它就会是地上权人 地上权人 对还有就是没有保存登记 我只是就是有房子 然后涉及课税 可是我没有权状 没有使用执照 也对也有这个状况 那个我们就会是所谓的只是房屋税的纳税 那我们就会就比较简单的讲 就是房屋所有人 可是它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 对因为是还有土地的所有权 那个就没有它只是房屋的部分 就是它不是它跟 就是土地是不是它的不是这个重点 重点是说你有没有房子的所有权状 就是你有没有去地震办登记 登记这个部分 有没有见号在地震机关那边 了解 所以这个是一个定义的部分 大家要看到 而且像这张图啊 这个课长再给我们讲一下 就是刚刚您讲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有上一年7月1号 是不是 然后在这个是纳税义务人 这个就是在买卖双方之间有一个界定 对不对 就是您刚刚所讲的 我们讲慢一点 然后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可以听得更仔细一些 对 就房屋税的课征跟其他税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它的所属期间 对 它不是历年是从1月1号到12月30一整年 它是从去年的7月1号 然后再到隔年的6月30号 这样是算一整年 对啊 所以我比如说我现在113年的5月缴纳的房屋税 我的期间其实是去年的7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 那今年的7月1号的房屋税其实还没开征 因为那是明年的事情 是 差别在这 差别在这个地方 哦 那我觉得我们课长讲了之后 我们就更清楚了 然后再来 刚刚我们还是再来请公众部大哥 来看一下这一张我们修法的重点 就是我们要请课长来再跟我们讲一下说 这个全国单一自助的这个减轻租税负担 我觉得其实它是有有服务 就是怎么讲 就是应该是有减免到一户住宅的人家 对不对 是 因为它的税率本来是1.2% 现在降到1% 当然就有差了0.2% 这个税额会降低 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上面就 它有写说 一定是要没有出租跟供营业使用的状态 这张这栋房 就是你出租的这个房子 居住的房子一定是没有出租的状态就对了 是不是 你如果有出租有营业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按楼层给你算 啊最主要是你一定就是本人配偶跟未成年的子女 是 加起来全国就这么一间房子 对 然后是要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 嗯 所谓的直系亲属就是 对 父母族父母或者小孩 对 孙子 嗯 这种叫直系亲属 对 你如果是兄弟的话 是旁系就 这个就不可以了 对 一定是要供这些人居住 居住才可以 是 嗯 最重要的 户籍登记 要这些人的其中一个人有在这个房子 设立户籍 我觉得这样讲起来国家好像是希望大家能够三代四代同堂的那种感觉 对啊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来讲其实真的是优惠到我们很多就是持有一户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住户的人了 就是购买房屋的人 一三户以内应该是都有受惠到了 这个房屋的政策 三户以内 其实它是维持百分之一点 而是跟原来一样 一样 有受 最大受惠的是只有一户的 只有一户就受惠了 它有降税率 好像是哦 因为现在你看这个很多年轻人现在就是都在凹都在降 对啊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 如果这样讲起来还是给他们有一些些就是相对的这个福利政策了 对 就是一栋房子可以让你减免了 你赶快去买房子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 不单轻一点点 对啊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 如果 如果申请这个自住家庭会会会有被拒的情况吗 如果是说啊他我说我来申请但是其实还是会有被申诉申诉拒绝了说你的房子哦对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说他房子是空屋的状态对不对 如果是空屋的状态的话他就不是自住他不是自住他是住家用可是不是自住嗯那不是自住的住家用税率他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点八不等就不是百分之一所以就是你刚刚讲的说赶快要在这个三月二十二号之前你要去去把自己的户籍仔细 亲属的户籍还是什么要录出的本人本人或配偶要录集在这个你自己的房子里面对不对 而且要实际有居住 要实际有居住 是 了解 哇我觉得这个这个课长太专业了很多的问题我有好多问题想要问这个这个对啊 所以空置的就是我们刚刚延伸讲说空置的这个房屋也是有申报的要权利对不对 就是一定也要去做这个动作 是空置的这个房屋 我们就刻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点八当然就是所有的房子的使用情形都有申报的义务 只是说如果申报以后税额会增加的即使你在三月二十二号以前就来申报 那我们还是会从次期才给你改成比较不优惠的税率 所以各位听众不用担心说我三月二十二号以前申报申报完以后我税额就增加了 怎么当年起适用我还如期申报 其实这个就会规定 不要担心还是以原先的那个 就会是就是对隔年生效 房屋所有人比较不利的状况的话都是从次期才开始适用 对啊所以我们都还是会希望房屋所有人如果你的房屋使用情形有变更的话在三十日内就能向房屋所在地的激政机关来提出申报 那我们这样子如果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证明说他这个房屋是有实际使用的情况呢 如果有这依据是水电单就可以知道说他实际使用 其实你有在使用的状态的话你的房子内的使用 使用状况哦其实就是一眼就看了 看看得出来就是有居住的这个状况哦 我在想说是不是要那个水电单 其实如果有居住你一定会有这个水费跟电费的单据嘛 应该也是一个依据了哦 是啊实际说那个是如果就是有正义的时候才会 嗯 查的那比较细一点 啊原则上就是其实看起来你就是有居住的 有居住的那个整洁度其实就差很多了对不对 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是不是有在居住 对那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 这个工程部大哥来切换一下这一张我们自住住家的这个房屋的条件 对我们再就是跟大家再重述一下这个事情 就自住符合的三个条件 我们请客长跟我们来宣导一下这个自住的这个符合的三个条件 自住的住家用 因为它的税率相对比较低 所以它当然就要有一些符合的要件才能适用 没错 它除了没有出租没有营业以外 嗯 最重要的是它房子的所有人本人配偶 仔细亲属 嗯 要在那边居住 是 而且要办居户籍登记 是 而且我们新制的时间是今年7月1号已经开始了对不对 对房货税2.0 7月1号已经上路了 嗯 所以大家要就是可以去办没有办理这个路级的这个登记 要赶紧去做这个动作 对不对 要在明年的3月22号以前 对我们还是一直在强调这个3月22号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奇怪 为什么一直讲3月22号 但是因为这个日子对于有房子的人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客长 好 对 所以 一定要记得 记得 3月22号 因为这个关乎到什么呢 关乎到你自己的这个荷包问题 对不对 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 等一下回来 听着窗外的余生 听着窗外的余生 看着街角的风起 用心堵着你的心 过往节意有心 刺进刺进我的心 只想狂奋奋 只想狂奔飞向你 可在青春你的谜 时常在耳边唤听 水月不静 让人蹉跎 跟谈变得颓废 我们不回 梦烈梦烈梦外喜悲 好去好散爱一回 青春不静 让人流下眼泪 谁能体会 曲中人三苦到奔馈 时光不冷 时光不冷 我们不回 听着窗外的余生 看着街角的风起 用心堵着你的心 我忘记忆心 刺进刺进我的心 只想狂奔飞向你 刻在青春你的谜 时常在耳边唤听 水月不静 让人蹉跎 跟谈变得颓废 梦里梦外喜悲 好去好散爱一回 青春不静 让人流下眼泪 谁能体会 谁能体会 曲中人三苦到奔馈 时光不老 我们不回 水月不静 水月不静 让人蹉跎 感叹变得颓废 梦里梦里梦外喜悲 好去好散爱一回 青春不静 让人流下眼泪 谁能体会 曲中人三苦到奔馈 时光不老 时光不老 我们不回 在世纪里梦外喜悲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最快自由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谁能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台 谁能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台 浓烟是火场杀手 火灾时向下逃生 楼梯没有烟时 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 楼梯若有烟时 请立刻退回到室内 关门并将门缝塞紧 阻绝烟雾 开门逃生前 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 门板已有温度 或门外有浓烟时 关门塞紧门缝 再开窗打一九九九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 快乐联播网关心灵 我们是可爱的路风传 洗嘴时刻 水淡摊摩桑 嘿 大家好 我是人看人欧路 鬼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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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 还是国民的欧巴 现在开始 我们大家都有机会 做到这个国民法官 跟这个法官坐到这里 做回来心盘 邀请你现在 做回来做国民法官 让我们的手法越来越好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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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快乐联播网 快乐狗狗瓶 97.5 快乐群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华当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网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欢迎回来 您所收听的是 快乐联播网 FM97.5 我是陈寅 坐在我旁边的 这位是 屏东县政府 财税局的 洪科长 那洪 洪科长呢 今天带给我们 很大的这个房屋税 跟自住住家的 这个福利 那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 刚刚讲的部分呢 我觉得我们再来 这个说明一下 这个自住的 这个是 现在是他把原有的 这个1.2 这个还是一样 三户 但是只有 如果你只有 持有一户的话 你就是 可以减到 1% 对不对 是 所以其实 我们给我们 这个新的 就是 拥有一户的 住宅的话 这个是很大的 一个福利 那现在我们 这个 我们科长 要来讲说 低价住户的 这个房屋的 那个免税的 这个 优惠的 政策 然后我们请 这个我们的 我们工程部 大哥已经切出来了 低价住户的 这个 第一价住家的 那个房屋免税的 是前面那张 对 好 工程部大哥 我们是前面 这一张 是第六张吗 是不是 好 这一张 好 来 科长 我们先来 先来看一下 这一张 对不对 对 没错 第一价 不是 是第一价住 对 是这一张 没错 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低价住户的 房屋免税的情况 对 来 科长我们看一下 低价住家用的房屋 嗯 有哪些的条件 房屋税2.0 他有做一些的修正 对 现在就只有 自然人 嗯 持有的房屋 是 全国 嘿 商户以下 哦 商户以下 就只有商户 可以免税 哦 是 对 屏东县的话 是十万两千 哦 十万两千 房屋限制十万以下 哦 十万以下 1.0的时候是 嗯 只要 十万以下 他就免 可是现在限定 就只能商户 哦 那只能商户的话 嗯 当然商户以下就 商户全部都免 增房屋税嘛 商户的 总价是这样 还是商户 单户 单户总价可以在 就每一户 在十万块以下 哦 每一户 十万块以下 对 啊 所以你如果说 每一户都十万块以下 嗯 你只有商户的话 是 那这商户当然都是 不用刻增房屋税 就免增嘛 哦 那你不用责定 基增机关就会进行 给你核定 他就是 不用刻房屋税 嗯 了解 那各位听众一定会怀疑 嗯 那我如果四户 五户 六户以上 我怎么办 会不会就都没有了 对啊 那会不会担心啊 对啊 额度还是商户啊 就是 嗯 你还是有商户可以免税 自然人 反正你就是自然人 你可以有商户的这个 限额嘛 对不对 对 嗯 嗯 是这样嘛 对啊 嗯 那 超过了以后 我到底要拿商户可以免房屋税 是啊 是 所以就是 如果 各位听众你没有责定的话 就是没有跟基增机关申报说 我要拿商户 是 免增房屋税的话 嗯 那基增机关会 进行帮你选择 嗯 拿商户 当然就是 对你最有利的房屋税最高的前商户给你免增房屋税 对 那 第四户以上就要克了 哦 四户以上就要克了 对 嗯 嗯 那你如果觉得 你想要自己责定的话 是 你一定要在3月22号以前 跟基增机关申报 嗯 你如果超过时间 对 那当年度 就还是按基增机关责定的 嗯 来免 是 那隔年才能适用你责定的 嗯 就115年 是 如果你责定的房屋啊 嗯 跟基增机关帮你选的不一样的话 嗯 那你超过3月22号就要 嗯 115年才会照你责定的来适用 哦 隔年 嗯 对 因为 有一些房屋所有人 他会有一些考量 所以不见得是说 我一定就是 税额最大 嗯 签三户 我想要免 一般正常是这样 对 可是如果房子有要移转 有一些财产的规划的时候 嗯 对 你要 就是要免税的房屋 嗯 想要变更 你就要在3月22号以前 嗯 跟基增机关责定 申报责定 啊 申报责定 对 哦 是 超过 或者没有 那 当年起都是按基增机关 嗯 帮你责定的来适用 哦 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大家要一直 你看客长在一直跟我们强调这个 3月22号 大家一定要记起来这个申报制的截止日期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 对不对 客长 4月3月22号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公益出租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好像我刚刚也有问到说中间如果说这个我们有这个房东在出租结果他中途他就说我不要租了他要变成这个了可是他是原先还是公益出租人的状况所以他还是可以有一些这个税额的减免嘛 是的其实就是要鼓励把房子提供出来然后给一些弱势的租群来居住使用所以针对公益出租人跟社会住宅房屋税相对都有一些优惠 你如果是公益出租人或社会住宅的话他其实就是跟自住的住家用税率是一样都用1.2%来课证 对没有相对比较贵 诶我很好奇是说公益出租人的话他其实是也是申请补助的啊 可是他是不用交公益跟社会住宅的区分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啊 其实公益出租人跟社会住宅他有形态上是不太一样啊 就是你出租的对象还有你出租的那个形态是不太一样 可是实际上就是都还是租给人家 但是你租的你怎么租出去的跟你租的人就对象是会不太一样这样 哦是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些区分就对了 对就是公益出租人的话跟你出租的跟你租的可能相对就是比较弱势的人 他会跟政府机关申请有租金补贴的嗯可是社会住宅也有租补贴对啊社会住宅比较像你把你委托一些专业的啊就是有一种 带馆的那种有一种有一种就是出租跟成租人中间有一个媒介 哦他会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带馆的类似这种方式 对所以他形态上不太一样 嗯所以他现在这样子1.2这个跟自住的税率是一样 是一样啊对所以是鼓励你提供出来当社会住宅或是公益出租 在是所以房屋税跟递家税相对都有一些的优惠 他其实嗯就是减免完以后都跟自住的税率是一样 一样的就对了所以要政府还是要鼓励大家就是你有多余的 但是你可以用成公益或者社会出租的方式就是帮助到就是需要出租的人 应该是弱势的居住的人应该是这样吧 是对嗯那我们再来讲一个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部分 可能要请客长要跟我们讲的详细一点 好就是非自运住宅这个部分像有一些他买了好多 就超过三户以上了应该是 超过三户以上的这个这个磕税的这个标准就是会有有所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对2.0跟以前的1.0就是最大的差别是他是用全国归户 对全数累进的概念是那你在台北有两间在屏东有两间他如果 不是适用自住住家用或者不是政府机关规定的12类的那个 嗯 范围内的那你全部加起来你其实就是四户嗯 非自住住家用的 那刚刚有提到税率是2%到4%的 4.8%的 那跟旧资差别是你归户起来是四户 那你在台北的两户也是适用四户的那一个集聚的税率 哦 在屏东的两户也是适用四户的那一个集聚的税率 嗯 就不是说我在台北两户说我适用两户的集聚 在屏东两户适用两户不是 他是加起来全国要归户 全部都要看 对全部加起来是四户 哦 那你四户在台北的虽然只有两户 嗯 你还是要适用四户那一个集聚的税率 哦四户的一个集聚 对啊 你看我们上面就有假设哈 对 两户以内是不是 他有 是 哎呀 他就有比例 那本来你在台北两户是3.2 嗯 在屏东假设两户也是3.2 可是他是要全数归户的话 其实就变四户 四户 那你在台北的两户要用3.8 在屏东的两户也要用3.8 哦 这个税率是举例 因为各县市的那个税率标准不太一样 哦 哦还还没有不一样哦 就百分之二到4.8 那百分就是两户要刻多少 他会有一个区间就对了 嗯 了解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实际的状况来定定这个税率 就各县市还是要定自己的差别税率 嗯 所以每一个县市 就是他的急剧是在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点八 嗯 可是实际上一户的时候刻多少 两户的时候刻多少 嗯 各县市 就是直辖市跟非直辖市原则上定的会不太一样 对 那比如说像我们说他有七户呢 那然后这七户都要按照四点八来刻税 七户的话就要看七户归户起来 那虽然在台北两户 嗯 他也是要用七户那一个急剧的税率 可是台北七户急剧的税率是多少 嗯 是用那一个急剧 哎这个好像如果很复杂 不一定是四点八 因为这七户他可能其中 可能三户他是真的是自己住 也有可能嘛 自住的话自住就不在这个累归户的方 那就是要 然后比如说他有总共七户 三户是自己住 然后四 四户他是非自住住家用 那这样子 那就是用四户来算 哦用四户来算 哦 反正你还是有自己的这个 自住的方式 就是先扣除 出你自己的 嗯 对先 你如果是自住的住家用 那就先排除 他就不归户 那你如果是 比如说像刚刚讲的 你是公益出租人 对 他也是用一点二 那就不在这个归户里面 哦 你是社会住宅也是适用一点二 就不在这个归户里面 是 啊你如果是营业用 营业用 对 克百分之三 三 他也不在这个归户里面 所以这个归户是 你就不是自用 也没有营业也没有租给人家 比如说有达那个租金标准 嗯 或者你是社会住宅或公益出租 然后包租贷管 对 都不是的 嗯 那你要跑到非自住的住家用的时候 嗯 你才会全国归户 然后全数去累积 全部去累积 对啊 所以就是鼓励你就是 不要空在那边都不用 对 鼓励你呢 还是要把房子呢 留给需要的人 空出来你做公益也好 做社会住宅也好 都可以 就是让你自己 也帮助到别人 也省下这个荷包 对不对 是 应该是 我觉得 哎 如果这样子讲 也OK 就是各位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讲 就是这个 有拥有好多套的 这个屋主们 你们可以想一想说 哎 我空的这么多的房子 你看看是不是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既帮助到别人 又 又可以 帮自己的荷包 又 又可以省下一些 哎 这个也是功德一件 是 如果这样子讲起来的话 就是 闲在那里都不用 会追贵 嗯 对 也是 当然如果 有时候这个 可能爸爸妈妈 遗留下来 他可能不知道 要翻一翻 看看有没有 这个遗产登记的 赶快去 看一下 有没有家里空屋 赶快去 赶快去做一下 这个登记一下 可以做一些工艺的部分 那你可以就是 损失一些荷包的 这些 部分了 那我 我觉得我们还是在 在这个 追溯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部分 然后 就是 我们这个房屋税的 这个 界定的时间 就是要从 去年的 这个 科税期间 是要 去年的 七月份 到隔年的 六月份 算是 六月底 这样算是 一整年的 这个期间 对不对 科长 是的 我们要来 这个 给大家 这个 再重复 复习一下 这个部分了 所以 还有我们 这个 房屋税 缴纳的 这个 现在的 基准的时间 是在 二月 末日 这个 为什么要叫 二月末日 我很好奇 为什么不叫 二月底呢 因为 正常是 二十八日啊 可是四年 就有一次 二十九日啊 所以是 二月 可是我觉得 不是我们 习惯的用语 因为这个 法律上 规定的 就是 这个 这个 末日 就是 法律的 用语 最后一天 的意思 原来 是这样子 所以 大家记起来 是二月末日 所以 因为二月 我们有 二十八天 有二十九天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 一定要记得 还有就是 在你 买卖的 过程中呢 你看你的 这个 交易的 这个时间的 这个 落点 很重要哦 如果你 你落在 这个 二月 末日之后 就是 那你就 对 你就不用了 因为你 你卖出去了 卖方给你 缴 缴 那个 一整年的 不是 是不是这样 是 末日之后 末日之后嘛 对 就是 你要卖的 你末日之后 是你要缴 末日之后 你要 哦 哦 是 哦 那我 那我们要重复一遍 就是 如果是在 末日之后 卖掉的 所以你的 买方就要 就要来付 这个 当年度的 这个 卖方 卖方 对 末日之后 末日之后 末日还是你的 末日还是自己的嘛 对啊 你如果是卖的人 那你要敢在末日以前就登记给别人 哦 就是 我要在 二月的那个末日之前登记给别人了 那末日那一天就不是你的 就末日那天不是啊 对啊 就别人的 所以就新的人要讲 你卖的人就不要讲 啊对啊 我就说 我刚刚意思就是说 你在二月末那一天当天卖掉 当天卖掉这个怎么说啊 当天卖掉 当天就是登记啊 以逆政机关 登记的那个时间 税圈机关的所有人是谁 哦 对 再来就是卖 但是 那一天是谁 那一天是谁 你如果说在二月 二十八日 比如说我要卖 对 那我二月二十八日的时候 我已经卖给你了 对 登记成你的名字 登记成我的名字了 就是你要缴 不是我要缴 是我要缴 前年的 可是呢 结果他在那个 比如说我在二月二十号那天买了 买的人拖到三月一号 对三月一号买 才登记 那就变成是我要缴 你不用缴 哦 所以要在那个末日之后 这点有一个交接点 就对了 就是买的人 你只要拖过末日 就三月一号以后才登记 那买的人就不用缴 是原来的人要缴 要原来的人就要缴 哦 所以两个角色是颠倒的 如果是我卖的人 我要赶在末日之前 赶快登记 卖掉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事了 就不是我的事 大家如果是说 在卖 在那个什么 卖掉之后 好 OK 哦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 就是 我觉得房屋税这个东西 大家还是要 就是如果有 有房子的人 还是要上网 再继续来 去 去找寻这个 这个房屋税的 2.0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谢谢我们 屏东县政府财税局的 宏 威娟科长 来到我们的这个 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房屋税2.0 非常感谢你 对 花这个百忙之中的时间 来跟我们 讲解这个 税率的这个部分 感谢您 那我们在这个 节目的最后 跟大家说声 拜拜 拜拜 我们明天再会咯 OK